现在我们来用那个酱牛肉的汁和牛肉来做一个牛肉米线 这就是普通的米粉 先用滚水给它泡10分钟 如果你要用凉水泡的话隔夜都可以 咱们先把这个卤好的大取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牛肉汁给它锅一下,重新加热 这时候咱们这米粉也泡好了 用水给它稍微冲一下,这样吃起来更滑溜 泡过的米线特别容易熟 你只要这么一掐就断了,就已经熟透了 顺便再焯几颗青菜 先加上一点咱们这牛肉汁 再来一勺煮面的汤,不会太咸 再来两颗卤蛋,几片牛肉 这样一碗简单的牛肉米粉就做好了 不论是早餐还是晚餐 都很好吃,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